台股新攻略 带你掌握全世界 朋友 大家好 今天台北股市最后跌 跌了二十几点 那事实上现在的全世界股市相当不稳定 不要忘了这几天 四天的廉价 那么我们今天是要主打这个 我记得 你只要记得 这个我们今天要主打这个 叫什么 我的line at 小老鼠怪一也十五二八 因为接下来的几天当中 因为明天就最后一个交易日 其实就休息了嘛 那几个交易日当中 我要跟大家讲的是观念 我就是要跟大家讲观念 我希望投资人 你有好的观念 你才能做好股票 在这几个交易日当中 在未来的几个交易日当中 台股可能休市 那对于投资朋友 你要的是什么 你自己心里要想清楚 你要的是什么 你心里要想清楚 我觉得这是很很 比较重要的一个时间点 因为只有这样子 你才能够 就是说 把整个视野打开 你要把整个视野打开 视野打开就是说 你要知道自己是要怎么做才是对的 你要有很正确的观念 你要有很正确的观念 不用怕 股市就是这样子 股市不是一个怕 是了得 你可以 当空方来的时候你可以做空 多方来的时候你可以做多 只要你观念正确 只要你观念正确 我们要的也是观念正确的你 而不是胡乱操作的你 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那当然我强调 这几天当中 国际股市是很重要的 那我之前跟大家提到说 特别我们要有一个观念是说 像这个 国际股市的 国际股市的内容结构 内容结构 你所要讨论的内容结构 跟什么有关系 特别你一定要知道跟什么有关系 如果是个股的话呢 TESTA 亚马逊 跟脸书 这三档股票 会不会像2001年的安隆事件 2001年的安隆事件 或者呢 2008年的雷曼兄弟事件 如果这个事件又发生在脸书身上 又发生在什么 特斯拉身上 甚至最近的 川普要对亚马逊开刀 TESTA还听说年底可不可以破坛 那如果这些还持续的在发生的话 那这一个就比较麻烦了 尤其脸书啊 脸书是全世界最大的 这个所谓的社群网站 他上千亿 如果这个事件让他没法收拾 美国有39州的检察官 要开始起诉脸书 美国政府跟他的 跟他的这个企业界呼吁说 不要跟脸书有什么来往 欧洲可能会对脸书科语 科语这个 泄密啊什么的这些税 分着罚款 脸书万一垮了 那怎么办 那我还想要我们多空双向 那最近我们做的是像这种的 我跟你讲说我们做空嘛 6182的合金 那合金今天都还在跌啊 因为胜高在跌啊 这合金啊 这是合金啊 我们空在这里嘛 还在跌 该补要补 我把它补掉了啦 因为今天胜高一点不太跌下去了 这一段 还有我们空在这里嘛 空创意啊 空的创意啊 空的创意 你看创意 你看创意 是不是 所以天天都跌 天天都跌 大力光也不好啊 同志朋友 大力光你觉得好吗 大力光今天又破底了 现在要空什么 现在要空什么 要空被动元件 要空3D感测 4474这个 还没跌到 这还没跌到 这还没跌到 要空3D感测 要空什么 空3D感测 空被动元件 要做多呢 区块链的概念 我说过我们多空双架 但是最近呢 有些正在警示啊 停止支卷啊 所以很难做 但是你必须打起精神来 按照我的模式做 这样大家听懂吗 尤其未来年假这几天 如果没事情就算了 有事情就很大条 所以大家要学会冷静 冷静再冷静 要让自己学会冷静再冷静 要让自己在操作上 对 有一个方式 一个方法 我是看好有些股票是会大涨的啦 可是我也看坏很多股票要大跌啦 所以要告诉你多空双向 在这个混沌未明的时候 告诉大家要多空双向 你看那个2456的奇力心 你看你啊 我说实在的啊 投资本我们讲一个真的 你看啊 这个叫奇力心啊 你在那边平台整理买 你这里没有卖 就回来了 马上就回来了 今天跌了5.7%啊 你看国具啊 2327的国具 你看 你吃到最后涨的这一段 有没有 几乎都是吐回去的 几乎都是吐回去的 而且才刚起跌 3D感测的股票 3105的 我冒这个也刚要跌而已 刚刚要跌而已 这就是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说 我们做股票一定要有方法跟观念 风力发电的 没有错还是强 怎么拉回找买点 因为这个市场让老 包括我看到最近的这个摩根 这个摩根大通的报告里面提到说 像这样多空未明的时候 危机的时候 你要做什么 第一个要做避险 所以外资去买什么 中华电信 外资买T50版E 这才是为了避险 那另外一个呢 这有没有想过 另外一个呢 在什么 就是第一个要避险 第二个要买在地化的 那你就知道了 台湾现在在地化的东西叫做生技股 跟什么 跟风力发电 其他的稳定性都不高 有时候今天涨明天就跌 可是有没有大跌 也没有 明天再跌 后天就涨上了 它是停债 个股也是停在那边绕啊绕啊绕啊绕 所以3D感测的啊 有些绝对刚起跌的股票 反而风险最高 你看这个精彩啊 你看前年才亏多少 前年亏2块3 去年反而再亏2块7 你说这是要怎么做啦 是不是 这怎么做 明天一根棒子下来 因为今天收最低啊 看样子1 2 3 4 5 6 明天第7天转折 一定跌下来 一定先收 把这一根红棒吃掉再说 单单这辆股票 你一张空袋 也可以赚个1 2万块 跑不掉 它还有很有空间的 这就是我跟大家讲的 这明天都要小心啊 那精彩啊 起立心啊 刚跌而已啊 刚刚跌而已 明天还有一根 半根到一根的跌股 到这个位置 要整理再整理 6 1 8 2的明天会止跌了 短线止跌 为什么会距离这个线 所以今天要回补 今天要回补 那你从这空下来 6到8%跑不掉 今天又跌了2% 所以6到8%跑不掉 这是我只能给你的啦 这是我只能给你的观念 我总是希望能够透过这里啊 把什么叫 我们目的是为了赚钱 做多做空对我们来的根本不重要 我做空也可以赚到钱 我做多也可以赚到钱 我的模式就是这样子 今天还是要跟大家讲观念啦 你有好的观念 你常常做好股票 把这观念在你脑筋里面先弄清楚 我们现在这个时间点 做多要赚钱 做空要赚钱 而且我们是单股而已 一到两档的股票 我希望我的模式大家能够接受 因为时间上的关系 我最后再次跟大家强调 你现在唯一当下要拥有的就是我的LINE 就算在廉价当中 我每天也会给你国际股市的讯息 让你帮你做整理 所以小老鼠YES528 YES528 是你现在当务自己要做的 不要忘了喔 不要忘了 就算廉价当这几天 我也会给大家 每天每股的讯息 透过LINE 而且帮你分析个股 什么股票在我们过完这个年价之后 会有机会 排股新功力 祝福你 我们明天见